着西乡巴通关古道 9月2号传出了一名 19岁的杜姓男子 坠落200公尺深的山谷 在溪谷发现伤者的时候 已经呈现了欧卡 消防人员多次请求空情直升机 协助吊挂下山 但是因为气候不佳 始终没有成功 终于在9月5号上午8点左右 将19岁的南大生遗体吊挂下山 搜索直升机停在操场镇中央 几名众难人员背着装备 快步跑上飞机 因为有一名19岁的南大学生 跟着教授上山考察 意外跌落山谷不幸丧命 屏东大学一名大二的杜姓学生 上个月底到巴通关古道 要进行10天的田野调查 9月2号时他不小心失足坠骨身亡 消防队员货报赶紧上山搜救 瘸匠到西底 游过山坛把杜姓学生的遗体移动到吊挂点 9月4号时出动直升机进行吊挂作业 但是因为下雨没有办法执行 终于在5号的8点多左右成功的将杜姓学生遗体吊挂下山 家人倒闯大哭相当不舍 预计7点然后申请直升机 那直升机顺利于动拐4辆载运患者下山 那目前叫家属出力 那至于山上的同团6人 那目前自爆崖山屋离开 那后续会步行下山 那本局的16名收救同仁 那也会前往大分山屋季节 那后续申请直升机协助载运 巴通关古道近来山南意外频传 7月至今累计第六起 7月4号57岁女山友坠骨受伤 20号77岁男山友高山症发作 25号60岁女山友坠骨头部撕裂伤 8月13号40多岁李姓山友在多美丽住在所附近 衰落百米边坡 7月26号66岁男性登山客 在石栋营地部近衰落百米深谷 都是由花年县消防局以及空警总队及时救援 借着高商商 玉璃卓西采访报道